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 用上帝的话来灵修 愿上帝的话真的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你知道我们生命里面 有许多 平凡的时刻 但我们更深信 求主帮助我们 懂得去聆听,并且知道 把任何所有的 那些平凡时刻变为不平凡 因为我们深信上帝你的恩典就 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 我们求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现在感谢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一起来 一起来读一段 或许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第一节 一直到第八节 逾越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 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 加略人 犹大心里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 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 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一条毛巾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哀到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五分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节 或许是我们已经听很多次很习惯的经节 这段经节是主耶稣在一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 他就起身起来洗了他的门徒的脚 但是在这段经节当中 约翰用一种很不平凡的描述方式 在告诉我们 他说 在第一节这边 他说他既然爱事检署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有神学家这样解释耶稣的神迹 神学家认为 耶稣每一次行神迹的用意 其实是为了让他的话语 就留在这些后来愿意趋近 并且哀进耶稣的人的心中 意思是当神迹 其事展现完之后 耶稣随即用他的话语 用他的行动 就希望让上帝的话语 留在这些哀进主耶稣身边的人 希望医治的不只是肉体上的病痛 而是心灵上的伤痕 而主耶稣很擅长 把那种很平凡的时刻 转化成不平凡的状况 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节 这里也是如此 洗脚这样小小的动作 其实是过去主人 在巴勒斯坦那一带 主人猜浅一个最卑微的奴仆 就站在门口所做的事情 而今天的这一个吃饭的历程当中 想必很有可能在当下 是没有人为着这一群进去吃饭的 耶稣以及他的门徒一起在那边洗脚 而耶稣看见了这件事情 他看见了这件事情 并且让这个平凡的时刻 转化成不平凡的时分 而在这段经节里面 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耶稣即使知道了 卖主的犹大 他心中有这个卖主的念头 但他仍然为他洗脚 这表示什么 耶稣连那些卖他的人的心思 他也接纳了 并且知道他所要做的事 但他就决心爱他们到底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怎么样把平凡的时刻 变为不平凡的状况呢 其实就是加入一些我们生命当中 被上帝所激励 并且被上帝所感动 并且愿意在我们所有不平凡的时分里面 去放进上帝的爱的神迹就在这里面 当我们放一点点 上帝爱的神迹就在那些 我们平常所看见 平凡的时刻里面 上帝会加添 并且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 愿上帝帮助我们 在每一个平凡的时刻 就好像我们看到 咖啡店的小姐端来一杯咖啡 上面拉了一朵花一样 我们会发现 他们特别在那些平凡的时分里面 他不只是让我们闻见了 那一个咖啡的香味 他同时也放进了 他对这杯咖啡所附上的爱 就好像如此 我们生命有时候也可以 加添一些色彩 而这些色彩正是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希望能够让我们永远记得 他的时刻 因为上帝也帮助我们 主耶稣的爱就临到我们 他愿意为我们洗脚 他让那些平凡的时分 变为不平凡的状况 愿我们也可以帮 让我们所有 看起来很平凡的事物 注入上帝的爱 就在那里面 让它变得更精彩而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祢帮助我们 真正能够聆听 祢在我们生命所做的改变 我们深信 祢爱我们 就爱我们到底 不论我们的心思 离祢多远 祢都爱我们到底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用这个爱 把我们生命当中 所遇到所有不平凡的时分 都让它变成不平凡 因为我们深信 是因为祢爱我们到底 因此我们愿意 在我们生命的这个 各样平凡的时分里面 都转化成不平凡 求主也帮助我们 活出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我们在这里 先上感谢祷告 佛祂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